吳冠宗先生本身在中國的現代藝術裏面 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先驅者 他曾經有一段時間幾年去了法國求學 學習西方藝術 學完西方藝術之後 他都想將這件事帶回中國 所以你會發覺他提倡很重要 就是中國畫現代化 而將西方的柔畫民族化 我們看到他的藝術的創作 真的實踐了這個關係 吳冠宗你會看到他一生 一回到中國就受到批鬥 一路被下放龍村 很多時都避受了很多困苦的景點 這張山下人間正正是他山水畫的表現 因為他當時由於被勞改的情況下 他不可以畫一些有違於政治主調的作品 所以只能畫一些山水 而只能是一個禮拜 他只能讓他畫一次作品 他唯有利用一些農村一些很簡陋的工具 包括集牛市那些糞腔 去做一個畫架 別人看到他這樣畫畫的狀態 都取笑他做一個糞腔畫家 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困苦和艱苦的景況 但仍然繼續畫畫的堅持 其實現在全世留下來的作品不多 去照水墨或者油畫的作品裏面 它是一個比較探索性的作品 這張作品 這張作品就是苦瓜家園中了苦瓜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題材作品 但吳冠宗將它提升了一個 跟個人生命很有關係的層次 其實他覺得一個人 一個生命在裡面 其實有金和虎兩隻之間的對比 他覺得自己的生命 在一個譬如艱苦的情況下 越能夠打造了對於藝術的堅持和追求 將苦瓜這個表象 去提升到一個黑與白的對比 上面的攀騰亦都是用線條 嘗試將一個比較上集聯分聯的世界 去將它提連到純化 為一個很簡單的沉屈的色調 去給大家接觸它對於人生的體美的特性 去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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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